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时代 科技发达,物质丰富 但人们半生的各种物欲的追求也随之膨胀 许多人就被他牵着鼻子走 禅学告诉我们,这些都会成为泡影 当一个人沉溺于虚幻的假象之中 就会误入歧途 那么为什么说欲望是虚幻的假象呢? 我们应该如何来保释真我、真性情呢? 品味人生哲理,感悟禅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吴燕生 今天我们继续说禅 《红楼梦》里面就有一首《朝丸石集》 这首集子说 失去幽灵,真境界,换来新旧,臭皮郎 他非常形象地写出了迷失本心 流浪他乡的情景 那么在《红楼梦》的艺术世界里面 作者想象贾宝玉 原来是清跟风 就是清跟风 下面的一块石头 那么这块石头本来是女娲补天使剩下的 他由于繁星直动 他才不安于本分 他幻化成了通灵宝玉 拓身到人间 到温柔富贵之乡里面去受享几年 那么失去幽灵,真境界 就是指石头离开了清幽灵秀的真境界 幽灵,幽灵,真境界就是《红楼梦》第五回里面 那个《太虚幻境》里的幽为灵秀帝 那个里面有松风明月,虎啸圆蹄 非常的美 那么换来新旧臭皮囊 它是指石头幻化成了通灵宝玉 幻是指幻化,旧是指依附 人的身体呈有各种各样的污秽的东西 大小便利之类 所以被称为臭皮囊 在这里它是指宝玉 那么这点句石 它是说我们往往迷失了本性 本性,而追逐污秽的东西 那么这个在禅学上就叫做 背诀合成,舍本注目,认假成真 在《红楼梦》里面 曾世影家破人亡 晚年贫病交加,光景难熬 那么一天他上街散心 就遇到了一个博足凤道人 口中哼哼唧唧的念这一首歌 诗人都笑 神仙好 唯有功名忘不了 不尽江湘在何方 狂中一堆草莫了 世人都笑 神仙好 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招只恨聚无多 即到多时 也必了 世人都笑 神仙好 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在日日说恩情 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笑 神仙好 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覆魔 古来多 孝顺儿孙 谁见鸟 那么 真是尹听了博足道人这一篇 好便是鸟 鸟便是好的话之后 邓氏就大彻大悟 心开意解 他对道人讲 我自己可以给你这个歌 做一个助解 于是就对博足道人 唱了一首好鸟歌解 之后他就跟着风道人 飘然而去 所以这首著名的好鸟歌解 他的内容是这样 陋氏空堂 当年户满床 摔草枯杨 曾为歌舞场 朱丝尔爬满雕梁 绿沙金又糊在棚窗上 说什么 枝正浓 粉正香 如何两鬓又成霜 昨日黄土龙头 埋白骨 今宵 红霄帐底过鸳鸯 金满香 银满香 转眼乞丐 人皆棒 正探他人命不长 哪知自己归来丧 训有方 保不定日后做强梁 则高梁 谁承望流落在烟花下 阴嫌沙帽小 至时所加扛 左脸破傲寒 今嫌紫蟒长 乱红红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甚荒唐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那么这首好鸟歌姐呢 他对世人执着种种幻象的痴迷 做了一个淋漓痛快的批评 你热衷于权力地位吗 当年护满床啊 何等的风光啊 现在怎么样 目落成了摔草枯羊 那么你执着于歌舞繁华吗 当年载歌载舞的地方 现在怎么样 爬满了蛛丝网啊 你执着于青春不老吗 红颜常在吗 虽然你纸正浓粉正香 转眼之间却是脸病又成霜 那你执着于情感的长久吗 昨日黄土龙头买白骨 你入土了 你心还没有安呢 你的伴侣就怎么样 金箫红纱仗底 窝鸳鸯 又和别人好上了 那么你执着于家财万贯吗 家财万贯又怎么样 金满乡银满乡 你正在位拥有着巨大的财产 风光得意 不可一失的时候 转眼之间 生意亏损 股票套牢 你从富豪叠成了 一民不闻的穷光蛋 那么你执着于健康长寿吗 震探他人命不长 哪知自己归来丧 你正在感叹 摸摸摸在短命啊 很可怜的 第二天早上 你的双脚就放不进床头的 那双鞋子里面去了 所以自古以来 人生的舞台上 一直是锣鼓震天 热闹非凡 我们不仅仅是观众 我们还真正要去当演员 粉末登场 手舞足道 深思历劫 不知疲倦 就这样乱哄哄 李方唱罢我登场 上演了一场又一场的闹剧 反认他乡是故乡 他乡 他乡就是公民富贵 权力地位 歌舞繁华 感官刺激等等 《红楼梦》里面 有一幅对联 假作真实 真亦假 无为有处 有还无 参透了这幅对联中的禅机 我们就找到了答案 当我们把假的当作真的时候 真的就成了假的 当我们把原本没有的 当作我们所追求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原本所拥有的 反而会离我们而去 禅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是一个心灵的家园 让我们一起来听禅品禅 《红楼梦》里面 《红楼梦》里面